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要知道一点 虽然有很多内幕可挖 但不是想挖就能挖的 有风险不说 真相也会被埋得很深 黄屎木又想到一种可能 会不会无中生有呢 随便捏造点是进行攻击 这就更不可能了 检方敢无中生有 警方就不敢了吗 情报局可不是开玩笑的 局长不在团长就是天 搞不好他们的体系早都摆在团长的桌子上了 他们得提前做好防范 一大早 黄屎木来到寒桥集团 在门口等了很久才见到李延在 李延在本可以不见 但给他面子见了一面 黄屎木开门见山 问徐东仔和寒桥联系的原因 失踪一周前就和寒桥频繁联系 失踪当天还通过五次电话 李延在没有隐瞒他被徐东仔叫去打听父亲的情况 不过关于失踪当天的事却闭口不谈 说那天只通了电话 没见过面 需要不在场证明的话他可以提供 李延在突然来了句 这么自信 肯定是准备好了 既然这样 就不用浪费时间了吧 李延在答应过徐东仔要请他吃饭 黄屎木走后李延在告诉秘书 黄屎木 徐东仔 将地检长三位都经历过那个时期 秘书几句话就让徐东仔成为叛徒 而徐东仔却无法出来辩解 这意思是秘书在撒谎 如果换成别人的话 秘书的谎言可能有用 但对方是黄屎木谎言只能骗得了他一时 李延在为什么对黄屎木的评价这么高 因为李章俊是把一切托付给黄屎木才走的 黄屎木接到大检办公室的电话 早上申请的令状被驳回了 宇部长好奇了 徐东仔怎么会去警察厅呢 金部长说他不是在查团长的底细吗 宇部长又变得紧张起来 看来徐东仔找团长的把柄 不是与部长指使的 龙山警局那边 徐东仔已经失踪两天 警方准备公开调查 徐东仔妻子总是担心孩子会受到影响 而且总是有很多小动作 黄屎木把一切都看在眼里 他正在发信息 黄屎木进来了 黄屎木的 第一个问题就把他问梦了 你们分居多久了 他说徐东仔经常加班 不回家的时候就睡在地界 黄屎木知道他在撒谎 徐东仔曾说过经常见不到孩子 黄屎木继续提问 最后一次见徐东仔是什么时候 黄屎为什么不索要赎金 刚才在给谁发信息 他只是把徐东仔妻子当嫌疑人了 徐东仔妻子的答案是 忘了不知道家人 黄屎木继续发问 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 徐东仔妻子反应很大 这个问题你不应该问我 你应该问徐东仔 问他在外面都做了什么 黄屎木也想问 但上哪去问呢 这就让组长开会给大家分配任务 局长带着韩汝珍过来 徐东仔失踪暗游 本厅负责指挥 这就让组长很尴尬了 曾经的下属变成上司 他岂不是很没面子 韩汝珍决定分两组长开调查 一组查徐东仔失踪前都去过哪里 二组查徐东仔的工作 是否和失踪有关 黄屎木也来了 有人怀疑徐东仔的失踪是自导自演 目的是为了博人眼球 韩汝珍问金巡警三月二十六日的行踪 尤其是晚上七点到十二点之间 找刑警去他工作的地方 问了 那晚他去了澡堂 和这位大姐一起 什么意思鸳鸯欲骂 他工作的地方是社会福利中心 每个月都会带老人去几次澡堂 老人洗澡 换洗衣服 来来回回 最少也得两小时 那这个不在场证明就变得很模糊了 再来看看巡逻组长 他的不在场证明更不靠谱 下班后就回家了 一直在家 没出去 证明人是他的家属 他一口咬定宋警司是自杀 自己没理由对徐东再下手 黄史木在一旁默默地看着 与巡逻组长的态度不同 金巡警对宋警司的是很抱歉 比那个李大成强很多 最起码有悔改之意 只不过是庄的还是认真的就不清楚了 在韩汝珍看来是庄的 标局长是他舅舅 韩汝珍在见他之前先见了标局长 标局长肯定提醒过他 他虽然不像标局长那样暴躁 但也不是个好对付的主 如果标局长是刚 那他就是柔 他说自己早就和舅舅断了来往那韩汝珍 就得问问为什么他和李大成都被判刑 刑期却差了三倍之多 他没有正面回应 只是说舅舅没帮过他 那边巡逻组长总说自己没有动机 黄史木把跟标局长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 宋警司事件平息两年后 跑出来个徐东仔要彻查此事作为主谋的巡逻组长和标局长一样 有充足的理由对徐东在下手黄史木观察入微 巡逻组长一直在挠手揉鼻子 这是血液集中在大脑 手指和鼻尖 血液供给不足早成闹 什么意思 大脑在高速运转 编造各种谎言 流向手指和鼻尖的血 自然要先保证大脑的消耗 巡逻做常在撒谎 那金巡警呢 他是不是也在撒谎 韩汝珍记得在欺负宋警司 这一块 金巡警就是最严重的一个 难道他这么快就醒悟了吗 金巡警离开警局 韩汝珍派人跟着巡逻组长 那边黄史木也派人跟着 如果是他们干的话 肯定会去确认下徐东在的情况 那边警方发现一个重要线索 徐东在在12点30分左右去加油站加油 当时女检察官也在 与此同时 徐东在七载妻子录段视频 让大家帮忙提供线索 李延在看到后有了想法 他换上衣服准备出门 不带秘书 秘书问了李延在要去哪 刚才在干嘛 去哪不知道 只知道刚才在看徐东在七字录的视频 李延在来到目的地 秘书在后面跟着 不久后 吴律师来了这个秘书 是怎么回事 难道他和徐东在的失踪有关系 不久后 团长和与部长私下见面 两人的关系果然不一般 团长回忆 徐东在查他是与部长指使的 与部长说不是他不会那么做 两人见面 是因为那个前地检长酒驾猝死案 团长已经查到 是谁透露给徐东在的了 难由扬州警局的调查组长 他在徐东在的通话记录上 找到了两人的通话记录 不过调查组长说 也没透露什么 与部长怕调查组长没说实话 到底透露给徐东在多少 恐怕永远都无法得知了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他已经认定 徐东在死了吗 团长去外面接了个电话 韩汝真向他汇报工作 徐东在确实去找过 溺水案的遇害者家属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吴律师竟然在附近 李延在避开秘书约他见面 是为了让他查一件事 团长和酒驾猝死的 前地检长是什么关系 吴律师不知道该从哪下手 他突然想到一招 两人擦肩而过 团长回到包间 与部长说徐仔仔去过寒桥 团长很惊讶 徐东在到底知道了多少 与部长倒不是很担心 韩肯定不会透露什么 搞不好徐东在的失踪 就是寒桥干的 但真的是寒桥吗 与部长和团长 也想隐瞒那件事 徐东在抓着那件事不放 他俩也有嫌疑 但两人都说不是自己干的 而且还非常信任彼此 前地检长酒驾猝死的是 一旦曝光 他俩都得完蛋 寒桥也跑不了 既然不是他俩 那就是寒桥了 两人这一敌一友的关系 有点像黄屎木和韩汝珍 与部长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团长的老毛病又犯了 总是想承担一切 减轻别人的罪恶感 当时也是这么看来 前地检长酒驾猝死的事 是与部长闯的祸 寒桥被牵扯进来 团长帮他摆平了 另一边 真正的犯人也看到了那个视频 他在下面删评论 因为有你这种没良心的家伙 然后又删掉了评论 不久后 吴律师开始活跃 他去见情报局长 说是高层对这件事很满惜 特意派他来帮忙善后 当然 这是非公开的 不能向高层提起此事 就算提了 高层也不会承认情报局长上钩了 吴律师问他 有没有同事了解他的案子 当然有 团长了解 吴律师打算以这种方式去接近团长 韩汝珍向团长汇报工作临走时 碰到了吴律师 吴律师是打着帮情报局长的旗号来的 他问的却是南洋州的事 他说有个前辈在南洋州酒驾猝死 结果还没细问 团长就接到了韩汝珍的电话 韩汝珍告诉他吴律师 就是在溺水案获得前官礼遇的前法官 团长的态度立马改变 直接下了逐客令 搞得吴律师很尴尬 这时 韩汝珍收到消息 张巡警那边查到了线索 舆论已经炸开了锅 限制检察官被警察绑架的新闻上了头条 革新团媒入选的两人 用眼神沟通了一下团长 这个宇部长是什么意思 昨晚才见过面 今天就完音的 宇部长说这件事和他无关 问题出在意政府 徐东在意失踪巡逻组长就被带去问话 不是记者瞎胡闹 就是有心人在背后操纵 宇部长去见次长 次长没露面 但声音是个女的 那边金部长若有所思 如果限制检察官真的是被警察绑架 那检警协商会就到此结束了 就算是总统也不敢让检方交权 黄史木正准备吃饭 结果还是吃不上 韩汝珍一个电话让他急匆匆地走了 到底什么事让黄史木这么着急 犯人来消息了 白纸黑字和戴写的领带 我只是洗了碗而已 太迟了 秘密森林第二季第八季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你的点赞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